鬼谷子百合篇的内容很多,有很多成对的概念,比如开辟、成败、荣辱、贵贱等等。 这些概念虽然很抽象,但其实妙用无穷。 这期节目将来一点想跟你聊一聊鬼谷子百合篇中的净退忍辱之道。 首先我们要记住一点,一对反义词中的正反两方都是阴和阳的一个具体实例,比如高和低是一对反义词,高属阳,低属阴。 世界上我们肉眼能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包含阴阳的,这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矛盾对立的观点是吻合的。 江南依林今天讲解净和退这对矛盾体,净属阳,退属阴。 阳和阴并不一定说阳就是极力的好的,阴就是不极力的不好的。 进退也如此,并非说进一定好,退一定不好。 我们先来看看鬼谷子中关于进退的原文。 乃可摆,乃可合,乃可进,乃可退,乃可见,乃可跪,无为以目之。 上门这段话不用翻译,意思一目了然。 关于进退,我们其实一点都不陌生。 人们常说的以退为进,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好的打出去,都是在说进和退呢。 在日常生活中确实也是如此,比如体育比赛中的跳远、跳高、标枪等项目,你都得后退做一个助跑,先退后进,这样冲劲才更大。 进退往往与荣辱有关系,因为大部分时候大家崇尚前进进攻,退手往往不被认同,退手往往意味着忍辱,容易遭受误解,感觉没面子。